可以為位子貨喊 謝謝 接下來我們就針對作品的部分 因為今天比較不是所謂的精品賞息 不過如果我們瀏覽到一些 我覺得可以告訴大家一點點蛛絲馬跡的 我都會跟大家稍微做一些解釋 那可能速度會比較快一點 不過是一個蓋關 大家也可以看 那第一件造化星園裡面 造化星園是份量比較大的一個部分 那裡面有非常多的重要的藝術家 發表他們比較重要或者是稀有的作品 那吳昌碩是在海上畫派裡面的 金石派的領袖人物 他也是海上畫派裡面的領袖人物 跨族是從清末 其實他們並沒有到年初 他是屬於清末的 那吳昌碩一直以來 他在中國的近現代書畫史上面 他有幾個重要的貢獻 就是他既是金石家又是書法家 他又是一個文人 非常具有學識的文人 那很有趣的是 他是他的繪畫很晚才開始學習的 所以基本上他是先有書法鑽課以後才開始學習繪畫 然後50歲左右才開始進入繪畫這個領域 所以他畫的大部分都是把書法裡面的 傳書和行草書帶入他的畫裡面 所以他的畫裡面以花鳥居多 山水是極少見的 因為他自己也說他其實並不擅長畫山水 可是因為剛剛我們提到的所謂的書畫同源的關係 同樣一支毛筆 書法功力足夠了 你就可以運用到畫上面 所有的線條都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可以這樣講 我們經常去 我們經常提到 所謂的梅蘭竹菊四君子等等等等 我們經常講 我們不講畫蘭畫竹或畫橘 我們都講寫 寫蘭寫竹寫橘 為什麼呢 因為所有的筆法都和書法一樣 都是一種書法線條的轉換 其實就是書畫同源裡面一個線性藝術的概念 它其實就是線條的一個轉換而已 所以那吳昌碩因為他山水的畫存世不多 也是他畫種裡面比較稀有的 所以我們就提供了一件這個竹林清閒山水和人物 這個都極少拿來做一個展示 讓大家見識到 在書畫同源的這些調性裡面 即使他牽承於自己很晚才學習繪畫 也牽承自己對於山水是不內行的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因為有筆墨基礎的存在 所以他的表現還是非常動人的 好 這就是吳昌碩 他的菊花葫蘆 我們可以看到 吳昌碩把行草的線條 完全納入了他的藤鑼之間的這些轉換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 尤其像葫蘆這些留白 這個其實 這個都是一個線性藝術的展現 這另外一個層面就是 中國繪畫上面所說的虛實關係 中國繪畫裡面有一句話叫 記白當黑 就是記是計算的記 白色的白 就是以白做黑 它留下這個空白 中國畫的留白非常重要 留白雖然是虛的 可是它事實上它是一個實體 所以記白當黑的這種虛實關係 也是中國繪畫裡面一個非常重要的元素 而我們看到這些 藤鑼的這些糾葛 還有這些 無辱的線條 基本上都是 書法的體現 好 這段畫就更明確了 大家可以看 這個是吳昌碩很有趣的一個雜話視頻 他把四種花卉配上了自己的 做了一個搭配 白菜配一書籍 然後菊花配了一個這個購登 荷花配了一個斗栗等等 那梅花也是配了一個竹籠子 然後寫上了它的 對於這幾幅畫的感想 大家可以看到 剛剛所說到的 以鑽咒入畫 以形草入畫 在這裡看得更清楚 你看這個 基本上 就是 鑽書的線條 如鋼鐵般的 堅韌 然後這些 墨線 基本上就是 形書 墨線形書 這些都是形書 那 這裡的線條 你看都是一些 書法的 具體的表現 所以 書法同源 其實就是在 線性因素上面 他們是同樣 一個原理的 好 另外一位金石派的大家 他叫北方 比吳昌碩小 從小他就 從年輕不是從小 從年輕的時候 他就非常佩服吳昌碩 大開大和 所以 他齊白石 這個 大家耳熟能詳的民國時期的 最重要的畫家之一 他是 吳昌碩的追隨者 所以他曾經有一部 一張印 一方印章是 吳昌碩畫案中人 也就是他是追隨吳昌碩 所以他也是金石派的大家 所謂金石派就是 以 以這個鑽科書法 作為基礎的 一個畫派 金石兩個字 其實就是鑽科 齊白石他是木匠出身 他是雕花木匠出身 所以他在刻印寫字的時候 他的比例和包力特別的窮厚 所以 他的線條也就 特別特別的 具有力度 齊白石他是一個 非常重要的藝術家 而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在於 齊白石是 近現代畫壇裡面 一個影響到現在的 一個所謂的 長明藝術家 什麼叫長明呢 就是一般老百姓 他把一般老百姓的 生活周遭的萬事所見所見 所有事情他都可以 他都可以 變成他畫的題材 這個也是過去很多 標榜自己是文人畫家的 這個 紫畫文人性的山水花鳥 最大的不同 他很多 很多人認為不能入畫的題材 在齊白石來說 都能夠讓他入畫 而以他雄厚的比例 和筆墨技巧把它表現出來 所以我們看到這幅畫 非常有創意 一個這麼大的太陽 這個在中國過去 在中國歷代繪畫裡面 是從來沒有見過的 然後前面很多的水鳥 這些水鳥在這裡 大家可以看到這個水鳥 其實每一隻的姿態都不一樣 這個雖然是血液 可是血液裡面有非常細膩的部分 順道提一下 我們等一下看到 這些都是我們印象中 所謂的血液化 大筆血液化 而事實上 我們現在所謂的公筆 在中國繪畫史上面 並沒有公筆這個名詞 公筆是後來我們做歸類的時候才有 所謂的公筆就是 以精細之筆所謂的血液化 也就是說 中國繪畫 不論公細 或者是這種粗範 它都是在寫意 也就是寫其意念 就剛剛我們講寫生 是寫其生命的意義是一樣的 那我們看到齊白是這樣的構圖 而且已經這個道理非常的清楚了 這樣的構圖 光這個所謂的一江兩岸的構圖 是很傳統的 可是它這個傳統裡面做的變化 它把它所見到的太陽刻意地放大 這就叫做誇張主義 如果在西方的所謂的主義派別來分 它就是標準的誇張主義 特別強調重點 好 非常有趣的題材 二人對著 一個人都沒有 兩個杯子 反正是大家謝時期到了 就開始 很久持續 所以這個都是非常有趣的 所以你看齊白師的書法是自成一格 他把傳書 他把傳書 傳書立畫 就是立書畫 都變成方整的 然後加入了凱書的韻味在裡面 所以都形成了自己的書法風格 可是這麼創新的風格 它還是傳統 可是它為什麼能夠創新 因為有傳統的基礎 所以再次強調每一位藝術家 都可以由這方面衍生出來 既有傳統而後才能夠創新 所以你看這些畫的這些線條 這個沒有書法的能力做不到 沒有線條的能力做不到 今天如果要叫很多 他已經揚起毛筆的人 你想要做出這種線條 那根本就沒有可能了 所以在這方面 毛筆的使用 對這些書畫家來說 其實就是一種創作的唯一工具 好 這也是加爾天成 當然這是一個非常吉祥的題材 中國繪畫裡面 中國繪畫它其實非常具有人性化的 它喜歡畫一些吉祥的題材 當然比較討喜 所以它畫的是兩條魚 加爾天成兩條魚 那 所以我們就經常開玩笑 如果我們在中國畫 我們要送人一幅國畫的話 比如說對方結婚了 你有朋友結婚 你要送他一幅畫 你如果要送他一幅花鳥 你千萬不能只畫一隻鳥 你一定要畫兩隻鳥 你一定要畫 你畫一隻鳥就孤鳥 還有就是 如果你畫梅花 我們看到很多人畫梅花 你千萬不能畫從上面長下來的 那會倒楣 所以這個都是中國人在很多方面 它其實非常有趣味性存在 所以它吉祥 它也有很多的 剛剛提到的 就是上半島我們提到的 所謂的雙關語詞 比如說 要送給一個老人家祝壽 超過八十歲以上的老人家祝壽 就要送一幅貓蝶圖 貓蝶就是八十歲以上 叫貓蝶 兩個字很難寫 那這幅畫怎麼畫呢 就畫一隻貓和一隻蝴蝶在吸吸 那就是寫一貓蝶圖 就是貓蝶圖 所以我們經常會看到 這樣的吉祥寓意義的畫存在 像這也是 畫兩條魚 家偶天成 那就是一個吉祥的畫 這裡面也是一樣 見到筆墨的能力 我想我就不必多做解釋 好 接下來看到這位畫家也是 在一生當中活了九十多歲 黃冰宏的畫 黃冰宏的畫可以欣賞不可學 黃冰宏的畫 基本上它是渾然天成的 然後它是黑黑油油的 很多人很多現在中國大陸 或當代水墨裡面 很多人都自取為黃冰宏的信徒 所以刻意的把自己的話 也搞得黑黑糊糊的 可是他們搞錯了 黃冰宏黑是黑的有道理的 當然在黃冰宏自己的秩序裡面 或他的自傳裡面都經常自己提到 黃冰宏是 他們用他用磨和普isk pumpkins 這有剛好相反 他用磨是用自磨和素磨 他是不是磨的 他不是洗淹台的 所以他都是用隔夜的磨 然後人家說他的畫 經常會出現很亮的交織的感覺 这很有趣的 这个是他自己在字述上说的 当他到冬天的时候缺水了 他经常要喝洞 就是喝末 就是因为很 就是说冬天很冷的 末节冻了 他要用口气把它喝开 然后鼻也是一样的 甜不开怎么办呢沾口水 所以他的话有胶直 我们的口水有胶直 所以当然这是开玩笑 可是确实是真实的 那当然就被引申了 会说黄冰宏经常把口水 吐在墨里面去磨 这个又是另外一回事 可是黄冰宏他是一个 伟大的艺术家在哪里 他的话在当时 完全突破传统的 并不是赏心悦目的 第一印象一定觉得 他的话很难欣赏 所以黄冰宏在他创作的时候 他自己就说了 他说我的话 要让世人能够欣赏 要在我过世五十年以后 他自己很清楚 他这个话是创新的 他很多的观念是需要人去理解的 不是一下子就可接受的 所以他的话里面很多的短的笔触 很多的这些 默色之间的光源的跃动 这个都是他自己去梳理出来的一些想法 而这些想法是一种独创 所以他并不在于当时的人能不能够接受 所以他在当时除了创作之外 他花了更多的精神 他去做美术史 做美术理论 编美术从书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伟大的艺术家 当然他也活得够久 才能够做这么多的事 好 这也是《青城山直笔风》 大家有没有看到他的话好像都差不多 可是他的话正好是如此 直可远观不可卸弯 你近看什么都看不出来 你远看 其实他什么都有 有一个西方朋友 外国朋友 第一次看到黄冰的画 黄冰红的画 在好多年前 他就说了一句非常传神的形容 他说 我看到黄冰红的画 我看到这个画家的画 我觉得好像在地震 为什么 黄冰红的画全是短笔处 这是其一 其二是黄冰红的画 都是写生 黄冰红喜欢写生 尤其是晚上 下雨天 或者是有月亮的晚上 坐了船 在青城山 在四川 游船写生 他喜欢动态的写生 所以他的画 其实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是 他是随着这些 经过的这些路线 他不断地在画岗上面点描的 所以他的短笔处非常多 所以他的画就具有 无数的动态存在 这些短笔处 大家可以看 还有他这些留白的部分 事实上就是他的一个光源存在 西方朋友还有人直觉地认为 他这种留下来的这种 一点一点的这些光源 在很浓的这些墨色里面 所流出来的白呢 其实就有一点像是 印象派的点描法 印象派的点描法 这种光源 也是从很密集的点里面 透出来的 所以这可能有一些 异曲同工之妙 那这就更清楚的 你看黄敏鸿上面写了 画论山水 事实上你如果看上面的画论 你根本对照不出来 它下面是为什么 是跟这个画论有关的 好像是鸡同鸭脚 这就黄敏鸿自己说的 我的画要我过世五十年以后 别人才会懂 这一图画就更清楚的 可以发现了 大家如果眯眼看的话 它确实是在跳动 它是在跃动 这个是黄敏鸿画的一个特色 好 这幅画非常大 是我们这次展览的时候 会不是摆在会场 是会摆在我们上楼的这个部分 和康永维一幅 也是三公尺的大队连摆在一起 这是京城房里营鸠的血图 京城跟大家稍微介绍一下 京城是和吴昌硕 当时叫做北京 南吴北京 南方吴昌硕 北方京城 他们两位对于南北议坛 民国时期南北议坛的影响最大 京城这个艺术家呢 他的身份非常特殊 我们就讲究说 民国时期有很多不适的奇才 我们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天分 这么多的时间 能够做这么多的事情 京城48岁49岁就过世了 可是他一生当中做了一生什么呢 他是中国的法学专家 他是国民政府 北洋政府的时候 被派到欧洲 欧美各国去考察 欧美的政治制度 准备要回来贡献 在欧美政治制度上贡献的 所以他也是中华民国建国以后 第一任驻海牙的国际法庭大法官 这个身份非常特殊 大家都知道法官非常旁的 可是他在艺术上面的贡献非常大 京城这个家族 其实他虽然在北方 可是他是南方无心人 他是浙江无心人 所以他整个京城家族里面的力 就是都有广有收藏 对于艺文他非常的重视 所以他去顺道考察欧洲 美国的这个政治制度 法律制度的时候呢 他也顺道去考察了 欧美的重要博物馆和美术馆 回到中国以后 他就强烈的建议 当时的北洋 中华民国的北洋政府 一定要把紫禁城里面的这些国保 要好好的处理 所以当时他建立 要成立一个单位叫做古物陈列所 古物陈列所呢 就是为了要让这些古物 能够受到一个专业单位的保护 还有他让古物既然才成立 他就能够对外展示 他让大众拥有了 过去只有皇帝看得到的东西的 这种欣赏权利 所以古物陈列所 就是后来布公博物院成立的前身 也就是说金城后来被尊称为 中国的博物馆之父 所以他的贡献非常非常的大 那讲到自己的书画贡献呢 他自己又是个书画家 49岁的时代 而49岁的年纪 他能干这么多事 我们都非常惭愧 我们已经现在已经过了49岁 已经过了快十年了 都不知道一事无成 可是金城你看 所以我们不知道 他们当时是不是一天48小时 我不清楚 可是确实他们做了这么多的 在艺术文化上面 有了这么多的贡献 而自己还能够做这么大的画幅出来 而且他临摹的所有的作品呢 都非常的精致到位 因为家里富有收藏 所以在各个方面 他们都等于算是一个全产 好 丁斧芝 我们刚刚有提到 在近现代画台里面 早就有艺术家 一个传统的中国的 传统的金石书画家 他因为接受了西方艺术文明的冲击以后 他努力改革 努力创新 融合以后形成自己的结果 丁斧芝是其中之一 而有趣的是丁斧芝 并不是以画文明 丁斧芝他是西领映射的 西领映射的创重要成员之一 他是金石书法的 可是他的画画得这么好 所以有时候想一想很生气 做什么都好 然后再看这幅画 基本上他就好像是一个西方的 进物写生一样 进物画一样 罗列的这些水果 这在中国过去历史上面没有的结构 所用的彩呢 也都是非常属于现实的 非常实际的 基本上就是一个 我们今天在 比如说在美术系课堂上所做的 禁物写生 意思是一样的 而他还是符中国画为什么 看似好像水彩 最大的不同在于 他全是用线条先勾勒好 有了线系以后 在随类浮彩 这就进入了中国传统的领域 有了西方的形式以后 可是把中国的重要的元素 还是重要的主轴 还是摆在前面 有了线条 再开始随类浮彩 而这些颜色的运用 也非常的具有西方的 所谓我们讲 就是非常具有当时的当代性 就是很具有西方色彩情调 可是它的彩度又没有那么高 为什么 原因很简单 中国不是不会用颜色 很多人误解 中国好像就是墨分五色 只会用墨 很少用颜色 颜色也很淡雅 其实不是的 在中国的纯绘画时代 在北宋五代 唐代以前 中国的绘画是大色 重色 重彩 所谓的重彩 所以颜色的运用 在中国一点都不陌生 所以今天到 可是中国的运用 颜色的色彩 虽然很重很大 可是中国有一个名词 燕而不俗 所以要叫古燕 燕上加一个古字 就不一样 气质完全不同 燕字如果加一个俗 那就是俗燕 就好像现在在庙宇贴的马赛克一样 那就叫俗燕 因为什么 彩度太高 很刺眼 那是俗燕 如何在画上面 造成古燕的这种古仆 艳丽 又有气质的色彩 非常简单 在中国绘画上面 墨就占据了非常大的功用 你只要在任何颜色上面 要降低它的彩度 你只要加上些微的墨 它的彩度就大大的降低 可是它的彩度 它的这个色彩的面貌 它的艳丽的程度 依然存在 所以这个就是 大家可以看 这幅画 基本上没有人说 它不是国画 可是它绝对是一幅 靠新的国画 好 好 浦靖的墨园 浦靖是浦信瑜的 唐兄弟 浦家一族 除了末代皇帝以外 好像都很有才华 都能够画画 都很有文采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 画了无数的猿猴 每一只猿猴都有各具 各具姿态 完全是水墨表现 这就把墨分武色 在这里呈现了 它既公平又协议 所以这个是浦靖 在当时 在浦家里面 他也是一个 非常具有绘画才能的一位 好 黄军碧 过海三家里面 黄军碧 可能大家 过海三家 大家都非常熟悉 而黄军碧 可能是对于台湾 真正在教育体系上面 影响最大的一位 因为 他在1950年开始 就当师大的美术系主任 当了非常的久 二三十年的时间 所以他对于台湾的中国书画教育 他的影响就非常的大 所以我们讲 台湾的书画界 有所谓三大堂号 就是过海三家 张大千的大风堂 黄军碧的白云堂 还有普新渝的樊玉堂 这三大堂号 在台湾来说 现在已经不是区域性的画家 他是属于全中国的画家 那甚至大千 他已经是世界性的画家了 那这三个画家里面 在成熟过程 在成熟之后的风格呢 各有不同 变化多端 可是在他们大约 是在四十岁以前 所谓的基础锻炼时代 如果把过海三家 三位的作品摆在一起的话 基本上无分宣制 大家都是从颂画名画入手 临摹 所以这都是基础工 我们看现在这些伟大的艺术家 书画家 他们的基础工 没有一个落人后 所以我们经常开玩笑说 把这三位 过海三家 他们同样画的 宋画和名画 摆在一起的时候 把名字拿掉 三个人分不出来 也就是说功力相当 而后发展出自己的风格 那就完全凭据自己的才气 凭据自己的想法等等 那就有不一样的表现 也就是说 回过头来 基础还是笔墨 还是传统 刚刚那个时候 黄军碧做功课的东西 他是访民四家的球衣 你看现在是 黄军碧自己在 1940年代 还没到台湾之前 他就已经自己成家了 他的作品已经非常厚实 已经属于自己的面貌 那到了台湾以后 他又是另外一个面貌 到了美国以后 他的瀑布就开始会 会越动了 会动的瀑布了 所以一个阶段一个阶段 每一个艺术家 都根据他的努力 而有不同的结果 所以中国书画的传统 不要讲历史的传统 不断地在变化 即使很多优秀的艺术家 优秀的书画家 他自己的变化 都随着每一个阶段的不同 而有非常大的可看性 所以再次呼吁 怎么能够忽视传统 大家可以看到 刚刚有人物 有山水 现在有安玛出现 你看1978年 黄军碧到了晚年的时候 年纪这么大了 他还能画这样公平的基础画 这是他晚年画的 1978年 黄军碧年龄已经很大了 80多岁了 还在画这些戏 也就是说基础能力太深厚了 也就是说有这个基础之后 他可以穿梭古今 来去自如 没有基础的时候 只有空想观念 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的这个艺术概念 另外我们看到这个是在北方话谈非常重要的一个所谓现在所谓的公平 名家叫于飞安 于飞安他的出身也很有趣 他其实原来是北方很重要的报纸的一个副刊主编 也就是记者 记者出身 他也写一篇文章 所以我们现在所熟知的南章北谱这个名词 是于飞安当时为普希腊和张大谦在北京做的画展 起的一个名称叫南章北谱 所以这个名词的创造是于飞安 于飞安跟这两位都非常的熟悉 所以再加上自己也喜欢画画 所以他的画也自成一格 而他的书法也是在近现代里面 少数能写受金书的其中之一 他是一位 另外一位是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前副院长 已经过世前副院长庄严 这两位都是受金书写的最好的 那大家可以看到 他的画完全就是走愿化派系 愿化的这个规格 北宋以来的愿化规格 画得非常的华丽的宫细 这也是赵焚牡丹 首先赵焚牡丹就是在五代北宋的时候 一个名家叫赵昌 他善于用粉 所以这种 他把这种古画 五代北宋这种所谓的 比较用的这种农历色彩的这些 绘画风格已经研究得非常透彻 再加上于飞安自己也研究了一些丝织品 克斯 所以他把克斯很多丝织品的元素 也带到他的这个画面画里面去 这个就是写音和平 你看这种画法基本上就是 以丝织品的概念来创作的一幅画 包括他背后这种用瓷青打底的这种 这种功夫都非常的困难 我们不要小看平图 平图在任何媒材里面看似简单 其实非常困难 就像我们如果要我们自己去刷墙壁 你要把墙壁刷平其实很难的 所以这都是一些技术 但我们看到就是 这幅刚刚为什么说的克斯 你看周边这种 周边这种做法 在画幅外面用画做成了一个类画框的一个方式 其实就是采用了丝织品的做法 过去我们看在清朝时期 所有的官员都有骨子 所谓骨子就是你是什么官 在你的这个胸口都有一个骨子 各种动物在上面 鹤是最小的九品官等等等等 那这个概念其实就是丝织品的概念 所以你看这个画家 他的创造力实在太丰富了 不单单只是在绘画上面 他还考虑到其他的材质部分 所以又一次验证了 传统绝非层层相依 他是不断创造的 好 吴琴木是海上画台里面一个老画师 大家所见到的吴琴木 大部分都是比较水墨的东西 可是这一图是比较少见的 就是用青绿山水的方法做 那当然他的也许跟前面几位比起来 他的名气相对比较不那么为人熟知 可是这一样都是做功课用的 所谓的仿照松雪 万货松阴图 只要提到仿 其实并不是林模这个古代名家的作品 而是仿这个古代名家的笔意所画 如果是林的话 他就会直接写林了 好 好 普如 就是普新语 普如就是我们在 因为普如1949年就到台湾来 到台湾来以后 其实他是以一个移民的身份 在台湾安身立命的 普如这位艺术家呢 事实上他是差一点能够坐上皇帝的人 他是道光皇帝的嫡系 嫡系的这个后裔 他是公秦王一新的孙子 那么 所以从小在公王府长大 到了台湾以后 他却能够窝居在林一街里面 一个只有六平大的住屋里面 大家无法想象 一个旧王孙 他到台湾 他的住所只有六平大 六平大是什么概念 我想大家都有 大概就是你们家里可能一个客厅 他是连住屋带画室 所以为什么普新语东西越小越精 是有原因的 因为他的创作的环境就是如此 再加上他自己也喜欢小的东西 所以 尤其到了台湾以后 因为创作环境的关系 他就鲜少大画 那我们看到普新语这些诗意画册的 其实他的画幅这个都还算是大的 他已经有25.5天 下10.2天 这也是比较少见的大型画册 可是每一个画 普新语没有诗成 他所有的诗成都来自于公王府的收藏 古代书画收藏 以及在清宫里面的收藏 所以他是从古人的元素里面 去截取所有的精华 变成自己的 普新语并不爱出门 根据普新语的老师江造生 江造生过去在上我们的课的时候 曾经提过 他说普老师基本上 他很不爱出门的 不喜欢 很重视 大家都很重视写生 可是普新语不喜欢出去写生 他宁愿出去玩 他不喜欢写生 可是他有一个最擅长的地方是 他所见的古代书画太多了 他经常把古代书画里面 所有的构图拿来切割 重组而变成自己的 这也是个本事 普新语经常说 普新语是这样说的 自己的财 自己所有的学士财权里面 他认为 他的诗文是第一 书法是第二 他的画是第三 所以他并不 他对自己的话其实 并没有看得那么重 所以普新语很多画里面 反而出现了非常多的趣味性 好 这是普新语的 刚刚那本书的对应的测验 这种叫书画合璧 在测验里面 一面 比如说右边画 左边字 我们这样叫书画合璧 双璧 那普新语的小草 小型草 这个也是普新语成名的 已经自成风格的一个书体 就刚刚讲的 普新认为自己的书法 比自己的话还好 好 大家可以看到 你看这个手卷 尺寸大家注意一下 10.1公分高 大家可以比比看 为什么说他的话越小越精 大家可以看到но 10.1公分 10.1公分 好